就是这一大片积水处 骑机车经过时造成水花喷溅 导致明德国中或是基隆商工学生和老师 上下学时经常被喷湿 身为这两个学校结出校友的市议员张耿辉 接获反应后 立刻邀及市政府公务处河川水利科 以及环保局等相关单位人员 包括七堵区长冯吉安也特地到现场关心 找出到底是排水淤积堵塞 还是其他泄水坡度不够的问题尽快改善 那行人友善改善空间是我们市场商量一直很重视 所以我也感谢这些团队在昨天的反应 今天迅速的马上到现场来寻求解决方式 那我们今天解决方式有两点 第一点我们先请环保局迅速的在明天的时候 把所有有沉积的有雾泥的话 先把它清除掉 看看是阻塞问题还是排水问题 假设阻塞没问题的话 就是排水可能出的问题 那我们水利科的话也要迅速的话 马上寻求的改善措施 对于市议员同时也是杰出校友的张耿辉 积极为学弟妹们和老师解决这项困扰多时的问题 参加会刊的基隆商工和明德国中代表都非常肯定和感谢 没有错 我们的师生确实如果遇到下雨天 积水比较严重的时候 无意间就会被这个水花 见到裤子都湿了 所以就会到学校来借吹风机 其实是造成师生的不舒服 所以如果可以改善的话 确实我们的师生会很有感 也谢谢市府团队及张预员的一个协助 是的 这次非常感谢一座紧急的处理 包括市府的团队 能够给明德国中的师生有更便利跟更安全的通路 谢谢 张耿辉希望相关单位展现新市府的效率 尽快改善这个地点容易积水的情况 让学生和老师不再被水花喷湿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